這兩天要關注這件事情 就是歐洲央行的會議 即將在本週下半週要召開了 說這次歐洲央行會非常的鷹派 跟以前很溫和的鴿派 零利率完全不同 會開始展開聲息了 而且可能一次聲 有人說會升兩碼這麼多嗎 那當然看到這個消息 也讓市場關注 在非美貨幣的部分 之前一直貶值一直貶值 因為美元很強 今年看美元升多少 升幅高達百分之十一 那這兩天還有一點點小回檔 但幅度還是那麼高 只有他在升 其他亞洲主要貨幣 甚至主要的投資貨幣 也都是在貶的 不管是人民幣 南非幣 貶都超過五六趴 那還算少的 臺幣貶了七趴 那韓元貶了十四趴 韓元貶幅比臺幣多了一倍 另外日元貶值幅度更超過了十六趴以上 但是看到歐元跟日元一樣踩幅度都是超過百分之十六 所以呢 之前他好像講 你不要只看日元嘛 歐元也甜甜價 那解封之後說不定要去歐洲玩 說不定也划算 立刻請期展上來告訴大家 怎麼看這件事情 明天的歐洲央行要討論升息兩碼嗎 真的嗎 對 其實這個消息是這兩天忽然傳出來的 因為歐洲其實長期的負利率嘛 那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覺得你要升息已經很厲害了 那一次升兩碼 感覺是聽到天方夜談 真的假的 那所以歐元馬上就反攻 那當然我覺得真的升兩碼 其實並不高 是有可能但並不高 因為其實歐洲央行長就是拉加德 他一直以來他的作風就是撒錢 撒錢再撒錢 所以你一個花灌錢的人 你叫他說不要花錢了 那我們把這個口袋關好 那基本上有點困難 所以我覺得比較有可能的走勢是 他這次說我們先升息一碼 看看狀況 那如果真的經濟承受得住 我們要加碼再來加碼 所以我覺得升息一碼區比較高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最近 為什麼會升兩碼 是因為最近歐洲的 歐元區的CPI 連增率都超過8% 所以大家覺得充那麼高 那是不是有問題 那這時候你要大力升息 因為有一個重點 就是美國升息的速度已經晚了 今年三月開始才升息 那所以這些升的速度越來越快 歐洲現在的升息 你是不是要更快 感覺上好像合理 那所以你看之前 其實歐元從年初到現在一路 跌跌跌跌 那跌到了上禮拜 然後最低點0.995 就是大家看歐元跌 跟美元1比1 平價甚至比美元還便宜 發生什麼事 但是其實大家會想說 這個一塊錢就是一個整數心理關卡 摸到一下之後買盤就進來 就回來 對 買盤回來 又回升了 這幾天回升 甚至還帶動像英鎊 還有瑞士法郎都算是反彈 歐西貨幣在反彈 不過亞幣就沒什麼特別反彈 亞幣像台幣今天雖然有摸到一下 剛剛有說29.85 但是也沒有說特別強 所以我會覺得一個概念 第一個歐元 它真的有一個話題性的反攻 但是明天怎麼樣還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敢講兩碼 其實我覺得歐元往上漲的機率 是有增加的 但是你說現在馬上要大幅升級 我覺得機率並不高 所以要摸底歐元 我覺得可以再觀望一下 看他這一波到底能不能衝上去 所以你的意思說 他只是一個跌升反彈 他可能還是會再回測 到接近1比1跟美元 蠻有機會的 主要壓力取得者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大概是1.35 前波低點 那如果這邊衝不過去 就是一個弱勢反彈 是 對 這是我們看到歐元 當然講到這個貨幣的部分 我們看到那一張 美元今年升最多 那歐元今年貶最兇 日元也是 他日元怎麼講膩了 現在看看 其實貶比較少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在港幣跟人民幣 人民幣其實算蠻強的 對應到美元這種強勢 他居然還可以手貶 幅度不到6% 人民幣最近的一個強勁 但是我們一直聽到 中國的經濟下半年不好 那爛尾樓 甚至包括什麼這個經濟風暴 會不會有新的這個雷曼風暴時刻出現 這些消息面會不會造成人民幣也有區扁的壓力 我認為有 但是我可以講一件事情 就下半年基本上不太會比上半年差 為什麼呢 因為上半年實在太差了 很像第二季的GDP 年增率只有0.4% 這是中國啊 那你覺得再重演這樣的機率有可能嗎 其實當然機率不太高 是 但是如果真的這個發展的不是不是很順利的話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貶值壓力 那我們來看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剛剛講的 第二季GDP不妙 一定要拼下半年逆轉生 所以很多政策應該會有機會出來 那你會不會有進一步降息降準呢 這也是一個選項 就跟大家逆的做 大家都在收錢 他在寬鬆啊 對 那畢竟中國利率比較高嘛 他有本年撒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就把金益撐起來了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那不過呢 因為如果他進一步降息 那資金當然有可能是這種 持續外逃 所以確實外資有在退潮 是 像是他們的外存底啊等等 確實是有在下降的 那人行其實這個時候呢 也不用應手會價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有說啊 中國一直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人民幣國際化 可是一直貶值的貨幣 他很難國際化 因為我買人民幣放在口袋裡 他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誰要買 對啊 就沒有人要 所以他相對的抗扁 就是為了要讓人民幣國際化 更多人享用 更多人享用人民幣交易 對對對 可是我們要面臨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經濟成長 如果不夠力 那真的需要貶值救經濟的時候 你稍微放手一下 其實是合理的 那所以呢 目前看起來有一些順勢的走扁 其實是有利出口的 但是呢 比較麻煩的是 如果真的扁破底了 大家之前擔憂 就是亞洲的金融風暴 這樣會變金融風暴 對對對 資金外移的問題呢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這金融風暴 我們等一下可以加 順便講一下 就是爛尾樓最近的問題 那我們先從貨幣方面來講清楚 那這是人民幣的日線走勢圖 那就是網上 因為是美元兌人民幣 所以網上是人民幣走扁 美元走強 你可以發現 重要一件事 其實我們在前幾個月都有說 人民幣準現的多空關卡 就是什麼 因為美元兌6.65跟6.55這個區間 那他先來測一次之後沒過去 當然是震盪偏弱的格局 那你可以發現到 他其實上禮拜在美元很強的時候 他來到6.767 其實就是這一個多月的貶值低點 人民幣的低點 那當然最近有一些震盪 那我們講如果差一點 真的需要貶值 往上看到6.82 6.85 就表示什麼 人民幣進入一個比較明顯的貶值波段 趨貶的波段 對 沒錯 所以過6.8就要小心 是的 沒錯 他會趨貶 有壓力 因為要救經濟 對 有可能有這種情形 是的 好 那當然我們看到 為什麼呢 中國現在擔心往這個方向走 你覺得有這麼一點點 趨貶的壓力 是的 好 就是因為今天我們看到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已經說了 大家都覺得說 每次中國說GDP 今年多少 一定會達到 每年都這樣 想辦法就要達到 但是呢 今年本來訂的這個5 看起來是達不到 有可能 甚至暗示GDP的目標 可以彈性了 而且說 我可以接受小一點的成長 沒有關係 李克強講這種話 也預告著下半年 中國的經濟真的有問題 我會認為 就是確實成長動力是有限的 因為其實你看第一季 第二季兩個加起來 上半年成長幅度 不過就是2%左右 那你下半年 如果今年要5%好了 你下半年是不是要交出 接近10%的成長 對啊 那有那麼簡單嗎 怎麼可能呢 拿不出來 幾乎是不可能 對 那所以 如果我們達不到目標 那可不可以目標率我們近一點 那就比較就會達到 所以下半年我覺得 因為上半年比較差 有可能下半年5%或6%的成長率 那跟上半年加起來除了可能就3或4 但是你說再達55.5以上確實是有困難 是有困難 這預告著說中國的股市會不會也跟著最近這麼爛尾樓的事情啊 這個銀行貸款的風險問題啊 有人就乾脆不還貸啦 就說你這個爛尾樓不交屋 不去工作 你不去把屋子建好 我可以不繳錢呢 我現在對銀行施壓 叫銀行去吹這個建商 趕快蓋房子啊 是 因為我錢都撒下去了 這個問題 這個風險會讓中國的股市有衝擊壓力嗎 下半年 肯定有的 甚至是整個最近就有了 確實確實確實 因為其實我們從去年就有在替大家追 不是什麼恆大破產 債券違約啊等等 這些問題都是什麼 房企的債券問題 大家就知道一件事情啊 假設我們不能點名啊 如果國內最大的幾間這個建設公司 忽然賴賬就要倒了 那你如果買那預售物 你會不會怕得要死 對啊 會啊 我都錢已經投期款下去了 沒辦法 這錢就不見了 你還不蓋 你不繼續蓋 但是我是跟銀行貸款 我再一支還錢給銀行 一支還錢給銀行 但是我的房子遙遙無期 對對對 所以中國最近這個爛尾 有出現一個問題 叫做什麼 這些貸款戶 他們說反正我房子也不一定拿得到了 我幹嘛要繼續繳錢 所以我不繳了 好這時候出現問題 以銀行來說 我錢已經貸給了這個房企公司 你已經說你要去建了 結果你建不出來 那你建不出來 我可能就收不回這筆錢了 可是什麼 這時候呢 這些跟我貸款的 其他一般的人 那他們呢 又不還我錢 那就變成什麼 那變我銀行要倒了 對不對 所以爛尾樓的問題 就越來越擴大 而且建商 對 到老百姓 再到最後 銀行也要倒了 對 這個很可怕的一個風暴 這個東西在台灣 可能有點難想像 我們都想說 如果我這個借額貸款 我不還 我現外不好 所以大家就想辦法盡量還嘛 可是也知道 就像是我們常說 如果我欠銀行一百萬 銀行是我的老闆 可是如果我欠銀行一百億呢 銀行是 你是他的老闆 銀行求你了 對 所以呢 因為很多都人 叫他們集合起來 我們這些社區 十幾個 近百個社區 全部集合起來 我們不付貸款了 是 那這個時候 銀行就太擔心了 就緊張了 對 所以找了官方來做 那目前最新的進度是 官方說 那你銀行 我會給你一點錢 但是呢 你銀行也想辦法 把這些付不出來 例如說是新建費用的 例如說 沒有辦法還錢的 這些房企公司 你給他一點錢 拉去把這監安做下去 那其實民眾也很好講嘛 你就說 我看得到 我覺得我房子有可能拿到 那我可能就要去繳錢了 總比遙遙無期待的好 所以呢 爛尾柔這件事情呢 確實他有可能變得 很大的金融風暴 是 那有可能 有可能會造成的 不管是亞洲金融風暴 或者是中國本土的金融風暴 都有可能 但是中國目前 想辦法在壓抑當中 是啊 好 另外呢 是歐洲市場 看到今天這個最新消息 ISF預告說 如果俄羅斯天然氣的管線 現在真的要給你歐洲斷氣的話 歐洲會有非常多的國家 要陷入嚴重衰退 這個說法 在今天讓市場 有點緊張擔心 如果他這麼講 他也不是這個沒有本 這歐洲市場的部分 在烏二戰爭情況 還打不完的前提之下 真的面對下半年會斷氣嗎 機率不高 但其實真的有 問題是 因為其實制裁的問題越來越大 那就歐盟的說法 是他們假設原本有大概一半以上的資源 是跟必須要跟俄羅斯買的 他現在已經有25% 就是裡面25%找到其他的 那還有25%要想要去找 那找得到 當然沒事 那找不到呢 就有兩種可能 第一 你現在要付很多錢另外去搶 第二呢 就是你在冬天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出門去營業 人死啦 對你出不了門 或者公司不營業 或者是你在家裡都人死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當然各國就有可能進入到了 沒有錢就沒有辦法消費 那你都待在家裡不出門 那當然也不會去消費嘛 那你公司沒開 當然就沒有GDP嘛 所以中國這個歐洲呢 那確實有很多國有嚴重衰退的壓力 好那當然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於說現在的歐洲經濟穩定來講 還有歐洲股市來說 風險是越來越大 現在整個全球最大的風險區 不是中國而是在歐洲 確實是沒有錯的 而且最主要是歐洲的問題 他擴散的速度會比中國快很多 因為其實中國一直有說過嘛 了不起我們中國關起門來 五年內有辦法解決 但是歐洲沒有辦法關門啊 他是歐盟 對 那目前我們看到兩大問題 就是除了俄羅斯的問題 其實因為最近不做到升息嘛 升息一碼升息兩碼也好 最近已經出現囉 希臘跟義大利 他們十年期公債值利率 已經超過三百分 你想美國現在升了幾次 他的利率 這個十年期公債超過三百分 他們還沒升息 他已經超過三了 所以他跟德國歷差快速拉開 這等於說這兩個地方的經濟 非常危機 那當然是義大利有政權危機 他們他們現在總理就是 之前歐洲行長德拉吉要下台了 他去意盛監 對對對 要留還留不住這樣 對沒錯 因為他覺得就太難做了 他覺得不要做了 那所以這次出現問題 如果接下來真的經濟趨緩 甚至衰退 然後你歐洲行長還升息 那會變成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十年前就發生過一次 叫做歐債風暴 歐債危機 對 所以歐債危機有可能重新上演 那現在他們正在解決 就是義大利就是這個德拉吉 他們就講說那能不能歐洲 一樣你這時候順勢做一個 危機處理的措施 就是如果未來有新的資金 你要怎麼分配給成員國 那所以這個問題 他們現在正在討論 那如果有辦法的話 或許可以稍微止住 但沒辦法 如果出現像希拉 意大利這些市場的公債值率 就持續往上衝 那就有可能是真的歐洲的 一個經濟衰退 甚至是變成全球的問題 好這剛剛這樣講 投資人就兜起來了 整個風險問題在中國跟歐洲的部分 的風險問題就兜起來了 中國部分 爛尾樓的部分 至少官方如果最後出手 應該指得住 我覺得 但現在最大問題是歐洲的經濟 衰退風險 又來個烏二戰爭 讓他們可能天然氣斷氣 恐怕歐債問題會重演 但是呢 說想要急著升息 幾乎機率不大 因為這樣的話 會讓這些國家更大的壓力 對不對 好 謝謝奇展告大家 這樣的講席 就很清楚告訴你 現在整個局勢上的一個變化 尤其是國際局勢上 你要注意的風向 大家回到現場說到的 在中國市場當中 房市可能有問題 但是車是絕對沒有 因為車是有非常多的補貼 甚至鼓勵在你購買新能源車 甚至智能車的部分 待會我們要講 智能車是現在各大車廠 都在搶工的新方向 但是智能車要靠什麼呢 高速運算 誰能得高速運算 誰就決定天下 待會告訴你 通常 設計 都在第三次 谢谢大家